检查 哇 你看 我們 終於買到了 Presai Station Classic 哇 新鮮 這個很懷念吧 大家有玩過嗎?這是我們的童年回憶耶 那PlayStation 2的話呢 它是在平成12年的3月4號發售 那PlayStation的初代的話呢 就是在1994年的12月3號發售喔 那這一款呢 他們又玩了他們最喜歡的數字遊戲1234 在睽違了24年後的今年2018年的12月3號 又發售了這一個PlayStation Classic 我們話不多說就趕快來開箱吧 我們在開箱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包裝的六面 首先呢正面的話 它這個是防那個牛皮質感的 而且呢是跟初代的外觀是一模一樣的喔 很懷念吧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邊 好這個是它的內容物 就是這個懷念的搖桿有在裡面 然後再來這邊 這邊有寫的型號 這個是SCPH1000 那現在變成RH 因為以前的話是只有到1000 那不曉得多的RH是什麼意思 R搞不好是Redesign的意思嗎 那H就不曉得是什麼 對 這邊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這一面 這一面就是一些坐衣事項而已 不過呢 這邊看到 哇產地變成中國了 因為這個型號呢 以前的話原本是只有在日本 原產地是只有日本的 不過現在可能時代再跟進 就變成在中國了 好那看到最後一面這邊是它的遊戲的內容 那它總共有20款遊戲是已經在裡面的 對 它跟這個初代PS不一樣的地方呢 因為以前PS是要那個放光碟片對不對 但是這個的話呢 它不需要放光碟片 它就變成縮小迷一板 然後把這些20種遊戲呢都灌在裡面了這樣子 對 那一些就是讓人懷念的遊戲 像Metal Gear 然後Final Fantasy 還有Biohazard 然後鉄拳 等等的 看得到嗎 好那我們就來打開囉 哇我第一次開箱耶 居然我現在開箱就 又要開這個 讓人很想分類的很感動的東西 欸 看一下喔 這樣子 OK 好那我要打開了 好小喔 真的好迷你喔 超小的 天啊 這個是比我的 對阿 跟我的手段比起來 就這樣 這個是長上型耶 對 因為之前呢 就是很 大家都說 很流行出這種長上型的遊戲機 然後為什麼PS都沒出對不對 它現在就終於出了 真的好小喔 對 都不用換光碟了 哇 不過呢它的外觀真的就是跟初代的 一樣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還有附這個 說明書 然後呢說明書這個樣子也是跟初代的是一樣的喔 它排版是一樣的 好 那 就是內容物就是這些啦 那先看一下這個手把 真的很令人懷念的這個手感 很令人懷念 你看這個 這個鍵呢都還在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這個線 以前是用這個插頭嘛 對不對 那現在變成這個USB供電 所以這個是USB的線 那再來是這個 這個 因為以前是三色的AV端子的線 那現在呢 就變成HDMI的線 這樣子 就是主機啦 這個主機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外觀 好 這一面 好 長這樣子 好 它其實上面的這邊呢 這個 放光點片的地方 它是變成裝飾品了 它已經是打不開的東西 不過Open Open鍵倒是可以按 這個很懷念的觸感 可以按 不過這邊就打不開了這樣子 對 好 那這邊 這邊呢就是插入這個搖桿的地方 不過上面的這個 記憶卡 這邊就是裝飾品了 就已經不用 不需要再插入了 因為它這邊就是有足夠的記憶體 好 那這邊就是散熱的嘛 散熱的 那這邊的這一個東西呢 就已經是裝飾品了 現在這邊是不能用的 以前的話呢 是可以放入金手指啊 就是開外掛作弊的地方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電源還有這個HDMI插入棚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邊最後底盤的部分呢 很貼心的 它這邊還有做防滑的 這邊 所以大概外觀的話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雖然真的很喜歡玩 但是因為現在時間是凌晨三點了 就是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開箱分享給大家 但是因為實在太晚了沒有體力玩 改天阿嬤嬤來玩一下 對 那雖然現在呢就是 網路上也有很多迷之環道 可以取代這個東西了 不過呢 這個實體 就是一個收藏的心態 就懷念一下 研究一下 對 那如果大家呢 有興趣玩的話 大家趕快去買一台吧 因為是限量的 要趕快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都到此為止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那那個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對 然後我們每天還有用中文日文 在Facebook、Instagram上面分享各種資訊 也歡迎追蹤喔 好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啊 記得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的遊戲機的回憶 好謝謝 那下集再見 掰掰